好,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歡迎回到我們盤後打比賽,我是阿凱喔 那今天的行情,你有沒有抓到? 你有沒有抓到? 今天其實基本上是一個偏多 我眼睛都看得出來是一個偏多的行情 當然盤中有大幅度的拉回200點之後,又往上尾盤再做一個走高的動作 如果你今天方向還是抓錯,真的要打屁股喔 因為阿凱已經把我們判斷方向的邏輯都已經分享給大家了 都已經分享給大家了,而且經過多久的驗證 起碼已經超過一個多月了喔,已經超過一個多月的驗證喔 事實上可以證明,我們的方式在大行情出現的時候不會打錯單 而且可以積極的操作 已經驗證很多次了,市場在這一兩個月以來 也不斷的,不斷的重複的出現一些大漲或大跌的一個走勢喔 按照我們的SOP流程,其實你都可以抓得到 你都可以抓得到喔,那如果你今天還是偏空在打的話 偏空在打的話,真的要打屁股喔,真的要打屁股喔 好,那今天到底為什麼,到底為什麼市場會長成這個樣子啊 到底為什麼,前兩天不是還在做壓回還在做修正嗎 哇,怎麼今天長成這個樣子啊 來,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先看一下目前整體市場的一個概況喔 是不是如我們昨天盤後跟大家分享的喔 整個市場,它是處於一個偏多整理喔 那高點,有機會還會再出現高點喔 我們昨天結論是這樣跟大家講的 我們還是處於一個偏多的一個看法之上喔 短線上有可能陷入整理喔 但是整個趨勢來說它是偏多的喔 是偏多的喔 那當然我們操作當中啊 我們對於整體市場的一個趨勢 只要有個概念就好了喔 我們只要知道說,目前整個市場 它大概處於一個什麼樣的狀況喔 那這樣一個狀況之下 有可能造成當天的行情會怎麼樣做一個變化喔 這個是需要長期的經驗累積啦喔 那我只是稍微分享給大家聽一下 OK,那我們實際上的操作呢 還是以當天的行情為主 以當天的行情為主喔 當充交易重要是什麼 當下喔,當下行情在幹嘛 當下行情在幹嘛喔 所以我們每一天啊 在TG上面的分享 也是按照一樣的邏輯喔 早上一樣讓大家知道一下 今天各大版的新聞喔 有關於總經 或者是有關於台灣家庭指數 旗子的部分 有哪一些不一樣的地方喔 讓大家有這些概念喔 讓你在面對一整天一開始的行情的時候 你大概會知道說 整個市場 它是什麼樣的角度在看待這個市場 好,那這個你教我們TG喔 你再自己去看一下喔 不過你可以發現 基本上 今天的新聞 集中在哪邊 喔 集中在台積電的身上喔 你可以看到 已經開始統計喔 台積電它的貢獻點數喔 其實我們在上課的部分 分享的部分喔 你看 都是台積電喔 上課分享的部分啊 我們就已經有跟大家提醒 就是台積電它漲跌一點 會影響到指數多少點 相信我們的觀眾朋友 你應該都很清楚啦 好 那今天這樣子一個行情呢 你可以看到 有些人就開始講說 昨天只有強在台積電啊 那其他都是蠻虛弱的喔 我跟我們昨天分享一樣 昨天整體的行情狀況來講 確實是這樣 可是我們有提醒大家 台積電它還是偏強的 它還是偏強的喔 那今天 我們找盤的分享 我們找盤的分享啊 你可以看到 我們大概是在 將近10點左右 將近10點左右 因為我們找盤 正在帶我們的會員做操作 那我們今天會員做什麼動作 待會一併告訴你喔 你可以看到 早上9點55分左右 我們說 台積電往上攻擊突破昨天高點 短線上持續偏多攻擊 按照我們的紀律 只有什麼 只有什麼 多單 不考慮 空方 順勢交易 穩穩拿到我們要的利潤空間 OK 兩個關鍵區域都有發揮作用 形成有效支撐 順著台積電上攻 指數也呈現大漲的局面喔 SOP 口訣念出來 你也可以跟上市場的腳步 目前 人 持續偏多看待 好 我說過我們的分享 基本上要等阿凱有時間之後 盡量不要拖到太晚喔 就是有時間之後啊 再跟我們的群友們做分享喔 那當然 今天你看到我們分享之後 十點過後 你一樣可以掌握到一段大漲的行情喔 我們分享的時候在這個時間點喔 你可以看到我們持續偏多看 持續偏多看還有一段喔 還有一段行情出現喔 OK 那到底怎麼判斷出來的 到底怎麼判斷出來的 我每天都不厭其煩重複的講 都重複的講喔 就是希望你可以從我們的經驗裡面 得到一些屬於你的東西 屬於你的東西喔 那即使你不參加我們的會員 你也可以學到你要的東西阿 那不是兩全其美嗎 那不是兩全其美嗎 我覺得這樣子很棒喔 好 先不看今天的行情啦 昨天我們分享的 我現在都不會去動它 因為為了下午留作證據喔 我就不去動它喔 來 我TG上面有分享說 兩個關鍵區域都有發揮作用形成有效支撐 那我們就來看看到底有沒有 這個 這個下面這個我應該不用再延伸了 因為後面就基本上沒用到喔 只有今天早盤有用到而已喔 那我來延伸第二個 這個 OK 好 我把它延伸過來而已喔 基本上都是延用的喔 好 我們來看早盤往上跳空開高 昨天收在區域內嘛 收在區域內嘛 那口訣 SOB口訣是什麼 突破 突破 拉回測試 再轉牆 多單健常 應該看得出來吧 突破 拉回測試 不跌破 再轉牆 欸 這個轉牆啊 馬上又到下一個 那怎麼辦 我怕這個馬上這麼快又到下一個喔 等一下會不會晃一晃就掉下去 好沒關係我們再來一次喔 突破 拉回測試 有沒有跌破 沒有跌破 再轉牆 喔呦 是不是我們 我每天上節目啊 我每天在 YouTube分享給大家的口訣 應該都一樣吧 沒有自創其他的囉 就只有這個 就是 怎麼 偏多操作的時候要怎麼做 突破 拉回測試 不跌破 再轉牆 多單健常 空單怎麼做 跌破 拉回測試 不突破 再轉弱 空單健常 就是這樣子 這樣OK嗎 這樣應該可以吧 都很明顯的 很明顯的 都有發揮作用吧 都有發揮作用 突破之後都有測試吧 突破之後都有拉回測試吧 都有嘛 然後再轉牆 欸 行情出去了 再轉牆 行情就出去了 好 好 那你還記得嗎 我不斷提醒大家喔 我會特別留意的一個區域 是什麼區域喔 就是 這個行情 它的相對高點附近 每個行 每一波的行情 它的高點附近啊 我一定會特別注意它 我一定會特別注意它 所以我們就這樣子 把這個高點附近的行情 給拉出來 來 這樣子 差不多吧 大概是這個樣子 因為 它那個關鍵區域喔 是一個區塊 你不用去精 精細 精確的去細算它 是多少 我們只要幹嘛 我們只要把 有用到 用到的次數夠多的區域 重複區域最多的 你看這邊重複喔 相對高點的位置 這樣子拉出來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我們這個也是一樣這樣子拉的啊 我們也是一樣這樣子拉的啊 不是我亂拉的喔 不是我亂拉的 這是市場告訴我的 這是市場告訴我的喔 我並沒有亂拉 喔 那你可以看到 即使前面這兩次啊 你沒有做到進場的動作 你有沒有發現 第三次突破 有沒有拉回測試 有耶 有沒有跌破 沒有耶 再轉牆 又是一個多單進場點 都一樣 都一樣喔 甚至於你看這個 往下拉回200點 回到什麼區域 一樣是在關鍵區域之內喔 有沒有跌破 沒有跌破 再轉牆 所以操作 你不用想的太複雜喔 你不用去精心計較 那一點兩點的問題喔 你要記得我們的交易 我們在交易的時候啊 我們要的是什麼 我們要的是市場有波動 市場有波動喔 如果今天市場沒有波動 你去很精細的去計較 那一點兩點喔 也沒有用喔 也沒有用喔 我說實在是這樣喔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所有的動作 都是按照SOP流程喔 甚至於今天阿凱 請會員做的 你有交易我們TG的話 你應該有看到 我們請會員做的是什麼 來 今天 9點20分 9點20分的時候啊 在哪邊 15850附近 我們在15850到15855 這5點上下的區間裡面啊 去進了多單 去進了多單喔 9點20分 大概在這個時間點 就是在這裡喔 你可以看到 這個25分這一根啊 它最低喔 最低還有836 836喔 那我們的單子一定會成交 一定會成交喔 那當然有停損點820 所以即使你在前面成交 850 最低點 那時候打到836 也沒有構成出場的條件 也沒有構成出場的條件喔 所以這筆多單 我們是很順利的拿到手 很順利的拿到手 好 接下來要做什麼事情 還記得昨天我們分享的嗎 昨天阿凱啊 用一樣的邏輯 忘記跟大家講 為什麼今天阿凱偏多喔 來 跟昨天理由一樣喔 你還記得昨天我們節目的分享嗎 昨天我們節目的分享啊 為什麼我會偏多看 因為台積電實在太強 台積電實在太強喔 所以我是偏多才做一個操作 結果導致指數往下拉回這一段沒有做到 可是我們也沒有傷到太多 也沒有傷到什麼 那等一下再給大家看昨天的動作 你看喔 昨天台積電我先把這條線移到昨天的開盤價 你看 按照我們的SOP判斷準則 開盤價以上只考慮多單 只考慮多單喔 所以 我按照我們的標準操作 只考慮做多 欸很可惜的是 昨天確實是往下的一個行情 確實是一個往下的行情喔 那我昨天有講過 我並不會因為一天 就是 它不符合我們原本的設計 操作操作的一個邏輯喔 我就不用它喔 我就不用它喔 因為這個方式啊 它已經幫助我們很多次喔 行情只要有大行情出現 只要照SOP操作 一定會做到正確方向的車子上面 一定會做到正確方向的車子上面喔 今天為什麼偏多 你看一下喔 今天開盤價在這邊 是不是跟昨天一樣理喔 只是昨天喔 它只拉了一小段 今天拉了一大段 拉了一大段 好 那如果 我拋棄昨天 因為我拋棄了這個原本判斷的準則 因為昨天的關係 我就說 啊這不行啦 沒路因 害我丟臉 我今天不用 結果 今天有效欸 它怎麼會這樣 好 偏多理由也告訴你了 昨天 昨天我們的動作啦 你大概看一下就好了 15905到15910附近 進多單 進多單 好 那我們將停損點移動到哪邊 15900 所以你看 我們15905到15910的多單 跌破15900 虧損不到10點 因為它行情已經往上拉了 往上拉了 我就會移動我們的 停損位置 我就會移動我的停損位置喔 我們要保護我們的部位 我們要保護我們的部位喔 昨天 行情 那一段稍微上拉之後 我記得到15940最高啦 第二段往上拉到15940最高 結果我們的部位就是因為這樣 它 回來的時候 被掃出去了 被掃出去了 可是虧損大不大 虧損不大 虧損不大 那你甚至你可以獲利20點以上 如果你沒有辦法 抱單的人 我知道有些人沒辦法 把單子抱得住啦 你獲利20點以上 你要在哪邊出都可以喔 最高到15940 我們進場點15905到15910 隨便出都有 隨便出都有 那今天我們進在15850到1585之間喔 那我們剛剛有看喔 這個10點點過後最低還有到哪裡 15836 所以一定會成交喔 接下來一樣的動作 往上拉之後啊 移動停損點 移動停損點喔 移動到哪邊 15845 15845 所以換言之 如果行情不如我們預期 跟昨天一樣 又往下擋 我們頂多虧幾點 也不到10點的距離啊 也不到10點的距離喔 那當然不是說每天都一樣 是這個樣子的 我會按照那時候的點位啊 去做一個安排喔 我去做一個安排喔 好 那我們用小的損失來換大的行情 划不划算 划不划算 當然划算啊 15850在哪個位置你知道嗎 在這裡 在這裡 15850在這裡喔 我有沒有知行合一 我並不會說我跟你們講一套 我自己私底下弄 又是弄另外一套喔 我怎麼講又怎麼做 我不會亂七八糟亂來喔 好 會員 我們今天會員都在15850附近進場 進場 往上拉 停損上移到15845 上移到15845 證據也給大家看喔 15845我們停損往上拉喔 好 接下來到10點半左右 指數佔上16000點大關 那 原本的部位如果跌破16000點 就全速獲利了結 大概在10點27分這個時候 10點27分啊 在哪個位置我們看一下喔 在這裡 在這裡 剛好在這裡喔 你可以看到它拉回的時候 拉回的時候 最低到哪邊 16005點 喔 沒有被洗出去還好 喔 沒有被洗出去還好喔 就是 我們原本設定跌破16000點 我們就要把部位全部出清喔 結果它掉下來 沒有 沒有打到我們移動停損 應該是換成移動停力了 沒有打到移動停力 接著幹嘛 又往上攻了一波 又往上攻一波 那 接下來怎麼辦 來 繼續移動 繼續移動 那個時候啊 指數已經漲到高點 已經到16150點以上 16150點以上 那我說 欸 我們獲得已經超過300點了 感謝台積電大大今天的努力喔 那我們繼續 把停力點往上移動到16100點 只要不跌破就續爆 那時間在11點15分 我說不要預設立場 既然市場變多 就讓市場來決定我們能夠獲利多少 不要自己猜 不要自己猜啦 因為上面已經沒有明顯的參考位置了 沒有明顯的參考位置 我們就讓市場來做決定好了 那11點15分在哪個位置上 剛好在這個 剛好在這個位置上 剛好在這裡啊 在這裡啊 結果 它掉下來了 這裡 就跌破了 16100點 跌破了16100點 所以我們幹嘛 全速獲利了結出場 我們就從15850點 一直到這裡 它出現跌破我們的移動停力點位 全速獲利出場 全速獲利出場 好 那 這邊 就是我最後一則 給我們會員朋友的訊息喔 首三部位全速獲利出場了 那 恭喜大家 一口單 250點的獲利喔 今天 休息 停手 不操作了 那後面行情就給他們去賺吧 就給他們去賺吧 我們只要把 我們有把握的那一段 給拿下來就好了 我們只要把有把握的那一段 給拿下來就好了喔 所以今天我們會員朋友 很恭喜喔 很恭喜喔 不用說什麼阿凱很厲害還是什麼 我覺得 不是 跟我厲不厲害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 我做是什麼 我只是按照 我 我的概念 我的紀律 該做什麼 現在發生什麼 該做什麼 請會員做什麼 就一步步這樣子來而已喔 就一步步這樣來喔 那我們要做到是什麼 做到大賺小賠 昨天行情不如預期 沒關係嘛 我頂多是不賺或是小賺小賠嘛 小賠出場嘛 今天一口氣要回來 今天一口氣要回來喔 那我有沒有改變我的做法 我也沒有改變我的做法 喔 我一樣按照原本的操作 操作逻辑 我一級又按照原本的操作逻辑 我并没有改变任何一个错法 所以老师朋友 我们今天的操作是一个很完整 一整套的一个操作 你说后面这一段怎么办 后面这段我觉得不用打到整场 不用打到整场 我们把有主要的一段有抓到就好了 你不会告诉我说 阿凯啊你要 我想要 这个有抓到 这个又抓到 这个又抓到 哇这是神在做的事情 这真的是神在做的事情 就是不要去幻想这种天方夜谈 不要去幻想这种天方夜谈 我们只要把自己有把握的那一段 稳稳的抓住 长期累积下来 就会是市场的赢家 就会是市场的赢家 好那今天 我们的逻辑 都是按照我们上课的内容 有兴趣的 去我们 奇迹学员上课 这个分类里面都有 我们都有讲 我带会员动作 只是依照我的经验 让相信我的会员朋友 说到这点我真的很感谢 昨天我们虽然说没有 赚到这个往下的空单 过来还是有些朋友 愿意支持我 愿意支持我 昨天有打电话进来 那就是参加我们的会员 那今天阿凯没有辜负你的期望 阿凯没有辜负你的期望 那我们把我们该赚的拿到手 我们看不懂的 我们不知道的 就留给别人吧 给那种神级操作的人 去做 那个我觉得 太过于天方夜谈 那我们只要 把该做事情做好 做到大赚小赔 这样就够了 这样就够了 那最后一样 行情的部分 应该不用再多做赘述了 今天既然行情拉开来了 明天只要注意什么 只要注意它有没有拉回的一个幅度有多深 基本上像这种刚过高 一定会出现一个空方抵抗的一个状况 空方抵抗的一个状况 所以接下来看它拉回幅度有多深 那除非 很明显的 狂杀 要不然基本上 短线上 中线 长线 偏多格局 还是持续当中 还是持续当中 好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那如果想要跟我们一起操作的 想要跟我们一起来的 我们下方 有留下我们的联络方式 有我们的联络方式 或者是你可以到下方 可以直接 我们有一个连结的部分 你可以连到我们的留言板 连到我们的留言板 你在里面把你的资料填好 我们就有人来替你做服务 好不好 那希望今天的分享 能给大家一点想法 那也希望 接下来 每天的行情 大家都能够顺顺利利的 OK 那今天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今天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啦 拜拜